黄东平贾易克兰七年后再搭女双 拆队重组国语人完胜 北京时间10月10日夜 2021由国杯羽毛球赛小组赛 继续在丹麦奥胡斯进行 中国队在第二战比赛中 以5比0完胜本组中 实力最强劲的对手马来西亚队 并且不失一局 第二单打和冰交 甚至还打出过单局21比3的悬殊比分 显示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 中国队击败马来西亚队之后 尽管还有一场对阵东道主的比赛未打 却已是提前晋级本届赛18强 第二单打中国队派出了和冰交 他在迎战马来西亚队 排名是届第455位的摩尔舒海尼时 比赛仅用时23分钟变告结束 两局比分为21比8 21比3 特别是第二局和冰交获胜的悬殊比分 堪称是压倒性优势